人们以为他是很认真的员工 因为他非常熟悉超商的工作流程 这位嫌犯他用假身份来应征 还告诉老板他要提早一天来上班实习 结果他就利用实习这一天坚守自盗来偷钱 而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这惯犯在北台湾犯案已经有多起了 不但警方追起 还被各家超商已经立为黑名单 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店家小心注意 画面上这名年轻的超商店员和同事说说笑笑 不过等到同事转过身去 男子大胆的把整天营业要缴回店家的现金袋里面的现金 全部抽出来塞到口袋内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不过全部都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现在偷偷把它折出来之后 塞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去 然后再把空的金钱袋 再把它投入保险箱里面 超商老板一算 整间店一天的营业额少了66000块钱才发现 原来这名刚来应征的男店员 假装的认真说可以提前一天来上班 身份证件隔天再补送 其实根本就是假应征 征偷钱 警方调查 这名嫌犯早就在北部多家超商 利用同样的手法犯案多起 已经被超商列为黑名单 这次又到台中从事故技偷了钱 还假装上工到下班才人间蒸发 目前警方还在根据影像追查这名男子 记者唐炯赵正林 台中报道